好,各位同學,各位朋友,我們今天來講Galaxy Matter的一個關於字的部分 這是字,然後我們這個字有一些動態上的變化,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字會有一些動態上的變化 可能你會覺得,你如果在做Video 尤其是跟Shooker的配合,把這個檔案,這個字放到Video裡面,那字就可以形成一個很特別的 變化效果,不管是標題或者是中標,那就會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怎麼樣來做這個部分呢,那我們就 OK,重新開始來做好不好,重新開始來做 我這個是Linux系統,不過沒關係,你用Windows也可以 找到這個軟體,這我有講過了 那打開之後呢,因為我們往往要跟Video配合,所以我們寬度呢 跟高度呢 都把它設定1920,1080 然後1秒有60格 3秒也不用了,沒有1秒就好,練習了而已 就是這樣 才不會吃我的資源的老電腦 老電腦裝Linux,跑起來也是嚇嚇叫 這10幾年前,10幾年老電腦 我很多老電腦都裝Linux 很好用啊,非常的好用,就是其實 尤其是國產的Linux,最近有很多新的品牌出來,也蠻好用的 好來,OK 有沒有,就出來了,1920,1080,好 那我們就一邊講一邊教吧,就會是這樣子 那我們已經講過了,它預設只會給你一個新的Layer 新的 Layer,中文一下子不曉得怎麼翻譯了 好,我們點它,有沒有,這個Layer就出來 對不對,就說等一下我們做的東西都要在這一個圖層 對啊,圖層 都要在這個圖層上面 那首先呢,我們先做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背置曲線,對不對,好來,點一下 這邊點一下 這邊再點一下 點兩下,好 一條線出來了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有能力運用到我們教過你的 有關曲線的概念 這個 這個是曲線編輯的 這個這個圖案,點下去 現在是會進行曲線編輯 你可以看到各位畫面不一樣 我這個是選取 這樣子的畫面,對不對,選取它的之後,選取它的之後,進入到 曲線的編輯,是不是畫面不一樣 OK 然後呢,這個畫 曲線的編輯呢,這兩個點 你可以編輯 線你也可以,你看我慢慢的把滑鼠拉到線,有沒有看到 變成一個手的形狀 所以你可以開始往下拉 拉,拉沒有,線出來了 喔啊,那現在 這個它面積也給你填充進去的怎麼辦 沒關係,這是填充對不對 填充 把這個A,有沒有 把它變成0 透明度變成0就好 這是我比較習慣的使用模式啦 看不到 看不到面積了吧 那你也可以對這兩個點點一下 有沒有 那這條線就出來了 我們剛才是直接拉線 那如果這個線拉的不是很漂亮 那各位可以看右下角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可以縮小 中間這裡 這個是可以縮小的 這樣我們比較好操作 把線拉,拉得更漂亮一點的線 把線拉得這麼漂亮 等一下 把線拉得漂亮一點 OK 然後我們再按這個選取有沒有 左上角這個選取 我們講過的這個這個符號就是讓你移動它移動它 好 那隨便找個地方點一下 選取就取消了 一條線出來了 然後我們現在來做文字 文字 這個是文字的 點它 點一下 好 我們 就打打 那打字 那我現在的預設 剛才我們是不是 剛才我們是不是把那個 填充取消了 所以 在這個模式之下我們現在跑出來的這個字是沒有填充的 沒關係先這樣子好不好 等一下選取 這個地方就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選取就出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哎呀 又沒有做好 剛才要做字的時候應該要跟選取放在一起 好我點這裡 點這裡也可以 點它也可以 我把它取消 直接把它取消 因為這樣子你的觀念會比較完整 剛才我們這個 曲線是做在這個 這一個圖層對不對 我們一樣 點這個圖層 再繼續來做字 這樣字跟曲線都會在同一個圖層 這樣比較不會出狀況 邏輯上也比較清楚 好點一個字 123456789 好就是這樣子OK 點一下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這個圖層上 在這個圖層上 有字 也有 曲線 這樣我們要選取它就很方便 所以現在來先選字 好 然後呢按shift 點曲線 再選選擇曲線 你看不容易選吧 好這樣就選起來了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就選起來了 如果你這裡選不到就按這邊吧 好 它整個選起來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什麼 字 放到曲線上 有沒有看到 隨便點一下 有沒有 這個字有沒有放在曲線上 有 這個字有放到曲線上 那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字有放到曲線上 好 然後我們隨時可以對字做某些編輯喔 比方說 選取把字選出來 這個字選出來 你要看看是不是要選對 選取把字選出來 你又按到什麼 文字這個功能 有沒有 你又按到文字這個功能 你就可以 變化大小 好 有沒有 大小沒變化 好像有一點 好像沒一點 沒關係 如果你 反正你也可以事先把字調整好 就會是這樣子 不管 現在字已經 在這個地方 那現在我們要怎麼樣能夠讓字 產生剛才那個動態的變化很簡單 重點是在這個曲線 這個曲線就在pass曲線 也可以點曲線 點曲線 不太點得出來 有曲線點出來看看是不是點到 點到了 曲線點出來之後呢 這個是選取喔 選取我們把曲線點出來之後 到這裡 這個就是貝茲曲線的編輯功能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在跟他縮小 有沒有看到 現在 我就可以來 變化這個線 有沒有 點他 這一條又出來了對不對 沒有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變化曲線是不是 文字就跟著變化了 對 所以基本上是移動貝茲曲線 然後來產生文字變化 這樣懂嗎 移動貝茲曲線來產生文字變化 他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所要教你的部分 所以第一個你要會操作貝茲曲線 第二個你要知道 讓 讓那個 文字跟這個曲線結合 比方說你也可以本來就是直的 比方說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就可以做一個動態變化 這樣懂了嗎 其實核心就是這麼簡單 把文字跟貝茲曲線結合 然後來變動貝茲曲線 那比方說這樣子好了 我們可以開始來做了 先回到 第一格 紀錄有沒有 這個地方紀錄 那我們假設在這一格 24格的地方 可以產生變化 產生變化 好那這樣就好了 那個選取取消 回到第一格 變化一遍給你看 是不是又在變動了 對啊 那你會說那這一條線怎麼辦 這一條線很醜對不對 很簡單 好我們把這個線選出來 隨便找個地方點一下吧 把線選出來 如果你線選不出來 這邊有個PASS 所以你要對這個很清楚 線是不是選出來了 好然後這個地方是什麼 選擇 要選取 選取 選取 這樣比較好 選取不要用節點編輯器 也是可以的 但邏輯上 選取 這一條線 各位 是Chalk是什麼 邊線對不對 希望這個原理你都懂 這我前面都有教過 這是填充 這是邊線 把邊線 這是邊線對不對 好邊線 把邊線的顏色 透明化 是不是哪條線都不見了 再看一下 對啊 那條線就不見了 那條線就不見了 再過來就是說 現在就是說 那你如果這個位置你要重新調整 當兩個結合的時候 當兩個結合的時候 你點這個曲線的時候 你要移動是移動曲線 不是移動文字 你看我移動曲線 有沒有 當我移動曲線 文字是不是就跟著跑 因為是文字跟曲線結合嘛 就會是這樣子 就可以移動曲線 就會是這樣子 所以你不但可以位置移動 那個曲線可以移動 這樣子創造那個變形的效果就會很強 我們就不講了 那我們現在把那個 移動到0 是不是看不到線 好 看不到線 隨便找個地方點一下 這個地方 zoom這個地方 這一個 就恢復到原始大小 回到第1格 播一遍給你看 誒是不是 這是文字是不是產生變化了 對文字又產生變化了 文字那個可以 可以有一個動態的變化 那要變化成多好看多漂亮 那就是 各位的事情了 那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